霹雳州医保三德中学老师林承康 前天在住家烧炭自寻短见 骤然结束了49年的人生 他的家人和学生百般惋惜不舍 今早上百名三德中学的师生 以及霹雳圣约翰救伤队的成员 都赶到灵堂送林老师最后一程 分为是肃穆哀伤 今早三德中学160多名师生 在林车出发之前赶到桑辅 沾养死者怡荣 沉痛送别林老师最后一程 林氏生前在学校担任 圣约翰救伤队的参谋官 深受同侪和学生爱戴 霹雳州圣约翰救伤队 在总指挥的带领下 缓缓将圣约翰旗帜 盖在林旧棺墓上表达敬意 在师生眼中 林承康是一名要求完美 对教育工作鞠躬尽瘁的良师 究竟为何走上绝路 大家都百思不解 深感痛心 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都没有听过他骂人 所以每个学生都很喜欢他 王者领袖叫后移送火化 并安分在红毛丹富宝山庄 给刘cas苍犊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